一个高科技水下作业装置与舰船联系的只是一些细小的电缆 一旦四公里的水下发生状况 海面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 甲板上笼罩着紧张而焦虑的气氛 所有人都不知道如此的付出会不会换来一点点收获 就在最后的时间里水下机器人突然搜寻到了一条线索 那是一堆发光铁矿石 而铁矿石正是当年德拜夏尔号沉船时所装载的物资 他们一直所向往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最终证据还是表明巨轮并非简单的消失 至少在谜团背后有一个我们可能找到的答案 德拜夏尔号的残骸终于在它沉默14年之后被找到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灾祸把它打入海底的呢 探险队的发现帮助了海事专家 使他们能够将遭遇厄运船只的最后瞬间复原起来 德拜夏尔号遇上了台风无法逃脱 并且飓风所造成的海浪波长与船身长度几乎相等 所以当下降到波谷 船身随即又会被推入下一波巨浪 随后一波又一波的巨浪完全困住了它 大型船舶最怕的就是涌浪 就是那种横向滚动的海浪 它可以很高 然后把船头和船尾同时举起 这样船身就会被拖出水面 缺乏支撑的船身很有可能从中间断裂了 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 一个个货舱开始进水 最后整艘船都处于下沉状态 这时对整艘船而言已经回天无数了 船员们没有任何逃生机会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放下救生艇逃生 并等待获救 他们只能无助地祈祷这艘船能够挺过去 但是最多十分钟之后 船员们就已经彻底明白这次是再劫难逃 无情的涌浪将德拜夏尔号撕成三劫 并且在它下沉时把它挤压变形 而更加恐怖的是 如果遭遇到这些超强风暴中出现的三角形海浪 那么它的威力足以使任何吨位的航海工具死无葬身之地 日本国家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傅田红博士和东京大学教授早田博士 在世界上最大的造波水池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独一无二的实验 实验表明影响这一海域的三角涌浪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早田博士举例说明了三角涌浪的特性 当两股频率波形不同的海浪相互交叠在一起时 就会形成三角浪 船只遭遇它 航行姿态立刻便会失去控制 会被抛上抛下 有时会产生翻滚 在镇幅很大的海浪中 颠簸滚动的船只很容易散架解体 虽然德拜夏尔号巨轮的沉默原因最终被找到 或许很多船只的沉默原因都与此类似 但是这个理由却不能解释所有在这里发生过的怪现象 那么龙三角这样一个地方 它频繁地发生了USO或者是UFO的事件 我想它就是一定有能够一定有被人关注的理由 一定有被人关注的理由 那么它这些理由呢 除了对它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 它的气候方面的 地质活动方面的 海洋学方面的研究以外 另外对它的这种 就是海面的这种 海面的这种现象 就是肯定有很多有不明飞行物的这种现象 进行一个监测 在很多记载中 日本南部的龙三角出现过一种诡异的现象 这种诡异的莫名现象导致了时钟突然改变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发生的 很多人声称在这个区域多次见到过不明飞行物 而它们就是这些不可思议现象的罪魁祸首 难道UFO真的存在 龙三角第一次被美国人注意 并不是因为德拜夏尔号事件 而是因为发生在1937年 美国传奇女飞行员阿米利亚埃尔哈德神秘坠机事件 1937年7月2日下午12时30分 传奇飞行员阿米利亚埃尔哈德和领航员弗瑞德努南 离开了新几内亚 开始了环球飞行的最后一段旅程 他们的飞行计划是从龙三角上空飞过 飞行四千多公里后再着陆加油 然而他们俩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究竟是什么是美国传奇飞行员葬身大海 龙三角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球上有一片比百墨大三角更加令人畏惧的海域 日本魔鬼三角 这一片深蓝色的海域里潜藏着种种危险 船只在这里神秘沉没 飞机在这里离奇失踪 魔鬼三角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请收看他所发现下期播出的大型纪录片 秘境追踪第五季 禁止入内之魔鬼三角 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